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距离零点还有一个半小时 那边只剩狼叔一个人 不知道能不能搞得定 无上斩 这种把戏 英雄一开始会管用 想靠这个一直撑下去 有点困难 一旦滚龙马攻击的焦点转向这边 那艘军舰根本就 等等 那艘军舰在我什么方向看 往哪看 我不是让你赶往北偏西三十六度 那米刀客落脚的地方吧 但是你也听到了 陈局长正在命令我们和其他剑船会合 重编队形 所有剑船会合 重整队形 所有剑船会合 重整队形 难道陈局长是看到现在的场景 才发出这命令呢 眼前这只怪兽虽然比不上当年登陆天海市的烛龙 但至少也是盘古级 如果放着它完全复原 后果不堪设想 陈局长究竟在想什么 陈局长不了解当前的状况 把方向盘给我 好 这个距离应该没有问题了 我妈和狼师他们没问题吧 不确定 所以我们必须加快速度 现在是十一点 我会用三十分钟 准备好电磁炮的设施 后面大概有十分钟 用云秒走和调试 驱动电磁炮炮管 需要巨大的磁能 以我目前的能力 大约只能维持十分钟左右 我会那十一点五十分开启 机会只有一次 准备好 我和奎龙会提前做好准备 零点时准时发射 父母 我要变身了 请做好准备 联手 快 开始瞄准 糟了 两树有危险 少死 还是大意了 明明只差三十分钟 接下来 只能靠原妹和灵霄那小子了 快 感受真龙的愤怒吧 现在轮到你们了 小树 集中机上 还有最后十分钟 此场就会开启了 后面就拜托你了 又在耍什么花招 管他呢 先喷一炮再说 快喷过来了 快 还有五分钟 马上 还活着 蹦蹦 灵欲 我妈怎么了 梁玥 苏黎玥 苏黎玥 既然都下了决心 就别默默唧唧的 这边有我呢 你只管横下一条心 努力感 我的妻子是大城西大佬 每周四周日更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